這個呢我們大概來這個從後面大概基本上會用簡報的方式跟大家敘述 那還有就是會搭配實作 所以待會請客還是就要準備那個練習檔 有沒有 大家應該都有收到那個練習的檔案嗎 沒有 那等一下可能要需要進階程度 所以喔 比如說如果你要報這個班 表示你應該對自己有點自信 因為至少你對什麼 至少第一個 Excel的基本操作絕對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Excel的基本函數應該也沒有問題 但可能最好是能夠對Excel的進階函數也是OK的 然後最好如果你會VBA那更好 那再來一個樞紐分析表的相關應用 也至少也常常在用 只是說用的方式也許不一定是那麼的恰當 那所以今天的話大概就是把那個程度定義在這個位置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大概說明剛剛要部分 呃 待會的話我的這個說明步 這個步驟大概一二三 大概一二三四 總共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我待會簡介了 我其實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要知道我 非常簡單 啊 你Google吳老師 我剛剛Google一下 那個第一個page啊 就有四個連結 是我放上去的 第一個連 啊 其實理論上 我有時候排第一 有時候排第二 啊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可能 第一個那個 是 交打麻將的 OK 打麻將可能 比我們那 完全不同的 可能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蠻廣大 還怎麼樣 啊 有時候他在前面 有時候在後面 啊 另外的話呢 啊 裡面有YouTube YouTube頻道的話呢 啊 也有我放上去的 我的教學部落格 OK 那另外還有我的論壇 啊 等等的東西 啊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許可以搜尋一下 啊 那第二個的話 就參考出 我大概會介紹幾本 我覺得還不錯的書籍 那 我們這門課時間有限 所以主要以實作 啊 為主 那 至於理論部分呢 你想要知道更多 也許你可以再參考 相關的坊間電腦書籍 不過坊間電腦書籍 真的很難閱讀啦 因為說真的 你要 把電腦書籍看到 懂 然後可以做出結果來 其實我覺得 好像還是有一個 中間有一個gap 有沒有 你看 跟你做 所以最好我發現 這樣電腦 的這種書籍 最好附那個影音光碟 這要怎麼樣 乾脆直接做給你看就好了嘛 對 你 因為那個書籍裡面 有很多的圖啊 可是那個圖只是片段片段 那問題 你下一個動作 如果沒有圖的話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而且甚至常常找那個功能 找半天 有沒有 所以 盡量 那這門課程 我跟各位 因為我的上課 有個習慣 就是一定會全程錄影 我自己錄 OK 會把這個畫面錄下來 聲音錄下來 並且把我自己錄進去 OK 那你們應該不用特別去注意 因為你們應該不會影響 OK 但是我其實是有在錄影 那如果你們需要這個客後的影片的話 那當然之後我會提供給你們的HR 然後如果你有需要再複習的話 也許可以找他去要這個連結 我會把它放在UQ上面 做一個清單 那你如果哪一個部分不清楚 不熟的話 那可以再重新 再去學習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讓進度加快一些些 如果你實在是聽完沒關係 你回去再聽一遍沒關係 聽兩遍聽到會為止 尤其是那個程式部分 就真的 因為我教程式 教了蠻多年的 很多時候就是會 很多人就是一直不會一直不會惹亂 我剛才錄下來給你看 你回去慢慢看好了 這樣的話 至少他也比較不會有 那種學不會的壓力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老師我真的很笨 我學這東西沒辦法 我都沒辦法 你只要你願意 你回去慢慢聽 所以有的人聽很多遍 後來發現這個方法非常的好 主要是針對可能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那第四個的話 大概我們就是以解決問題為核心 等到你解決問題結果之後 我再告訴你為什麼 理論部分陳述一下 其實說真的 你會做等於你就會說了 那所以有些書籍 他會說 說很多是因為他做出來了 做出來之後告訴你怎麼做 那當然你會覺得有些部分很抽象 因為你畢竟沒有這個經驗 就像說你出國旅遊一樣 你沒有到那個地方 你看旅遊書籍 你會覺得很空泛 那你到那個地方之後 你發現其實那些書籍根本不需要買 有的時候我會覺得好像多買了 因為每個人走路線也不一樣 而且你的感受跟我感受不一樣 你覺得好玩的地方 我不見得覺得好玩 所以每個人體會不一樣 所以待會的話我會以幾個範例 那這邊我準備總共有 二、四、六、七個範例 那就是把我們前面 就是我們課程剛沒有列舉的 這相關需要懂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加到這些問題裡面 然後得到怎麼樣利用那些方法 解決我們要的問題 最準目進來就對了 OK 那七個問題 等於是剛好七個小時 所以其實進度有時候 有些地方可能會加快一點點 因為七個問題其實還蠻多的 一天要講七個問題 其實不是太容易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解決 當然這些範例可能跟各位的專業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你們可以自己轉換一下 因為其他最好是把那個範例 都變成有關保險相關的範例是最好的 只是說對保險業我算是也是蠻外悍 所以有些知識的話 當然我不見得說有像各位這麼熟悉 所以如果你能要另外問的話 也許可以利用客後 其實當然直接問也是可以的 如果中醫有時間的話 那你直接問我你的問題在哪裡 也許我可以提供給你一些我的經驗 那首先待會的話 如果你要抓取這些範例檔的話 請各位就是到第幾頁 你們可以往下到底下我有放一個連結 在第十三頁的地方 那如果說你的電腦可以用手機 或者是用其他方式 可以連到Google的話 你可以輸入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 直接就輸入到那個 你的軟軟器上GG.GG 然後PivotTables PivotTables其實就是樞紐分析表的英文意思 那這裡面的話 我就把這個網址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 直接輸入到那個 瀏覽器上面 那上面的話就會有這個 我們要用到的 把它直接輸入上去 然後進到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主要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雲端白板 這個雲端板有放什麼東西呢 因為後面其實我們會有一些VBA的程式 但是因為今天要講VBA程式 時間一定是不夠 而且之前上課的經驗是 大家都覺得很難 但是又很需要 所以我會把那個 相關的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如果假設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你可以自己再 去Run一下這個 VBA程式 那範例檔案就在這裡 01 那請各位自行下載這個 就是範例 樞紐分析的進階 你可以把它打開之後 這邊上面有個下載 或者是說你直接按右鍵 也可以下載 把這邊把它直接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壓縮檔 你就把它再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 就可以看到 這個檔案裡面 就會有我們上課要用的 這些相關範例的檔案 那請各位待會 就是做第一件事情 開啟電信業 電信業的會員手機號碼 這個範例 直接就把它打開 然後呢 待會我們就要利用 這個案例 來解決一些問題 OK 這是第一個啦 所以待會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把第13頁那個網址上面 如果沒有 沒關係 就是再用USB的方式 去複製一下好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解決 一般習慣上這樣 所以我會蠻 現在我基本上上課 都採無止話 有時候甚至講義 都直接放雲端 那有需要的同學 自己再把它列印 或者不用列印 直接雲端上面 平板上面就可以觀看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 所以第13頁這邊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是後面有幾個範例呢 那我就逐一再來說明一下 所以這些範例裡面 到底你們能做什麼呢 比如說我要找出 像電信業者這個 比如說我要做一些分析 很簡單的分析 我想知道說 這個會員裡面 哪些年齡層的人最多 到底是五年級生 六年級生還是七年級生 甚至如果有新的 有八年級、九年級生 如果有不同年齡層 那我怎麼去快速的做一個調查 統計結果馬上出現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第一個範例是說 我如果希望呢 找出那個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場行 這就是說 我如果想要 就是可能生活上 你要買菜 去台北市哪個市場 購買這個青蔥價格是最便宜的 那加上這地方 而且最好是會是一個圖表 讓我知道哪一個地方 由最便宜到最貴 把它做一個排序 那所以喔 第二個範例可能會需要用到 像篩選 比如seal裡面常用 如果做篩選 然後如果做排序 這個其實是常常會用到的 那第一個範例 還會用到一個叫群組 群組的話就是五年級 升至五十到五十九 六十到六十九 七十到七十 那這個怎麼做群組 在村友分析表 如何做群組這個動作 然後第三個就是住宅 哪一條 比如說 像那個台北市政府 他有把歷年來 住宅切斷按鍵 通通放在網路上面 讓你去下載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 那我想知道說 全台北市的哪一個地方失窃率 是哪一區失窃率最高 哪一條路失窃率最高 什麼時間 他有時間嘛 哪個時間點 失窃率的次數最多 OK 諸如此類的 那怎麼利用這些範例 我們來做練習 那再來的話 就是有關通訊產品的統計 這個是一個自示的 裡面的話呢 主要是要了解說 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之前 特別注意 你的來源資料 一定要先做所謂的正規化 那什麼叫正規化 其實顧名思考 就是讓它長得很像 一個資料表的樣子 那資料表 其實至少要長什麼樣 上面一定要藍的名稱 而且就是盡量 不是盡量 一定不要用所謂的合併儲存格 因為如果合併儲存格的話 它就變成說 一筆資料變成說 它沒有辦法去區隔 說到底你這個 到底你這個儲存格 是隸屬於哪一筆資料裡面 所以呢 就會沒有辦法做這個樞紐分析 那你一定要把它變成一個 長得很像所謂的資料表的一個格式 OK 你才有辦法去做後面的樞紐分析 另外的話呢 通常人家給你的這個Data裡面 通常也不會給你 就是說呢 你要的那個名稱 有時候給你是一個ID 給你是一個編號 那你還必須什麼 把那個編號裡面的資料 變成實際上所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客戶 他可能用客戶編號 那問你那個客戶叫什麼 你不知道 那你必須把什麼 用客戶編號去把什麼 把那個資料給查過來 把那個客戶名稱查過來 那這常用在用那個 函數裡面叫V度函數 這用的非常普遍 那V度函數其實有點像是在 像資料庫裡面的概念 叫關聯式資料庫 把那個資料用關聯的方式把它查過來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底下 問卷調查 會用到Indress函數 然後底下還有相關的 另外最後家電產品會用到 比如說我要有一個是外部資料 文字檔 或者CSV檔 或者各自的檔案 像XS檔案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放到eSale裡面 OK 所以以後呢 不管任何格式 全部都可以把它匯到eSale裡面 做後續的應用 那當然如果你資料 如果沒辦法匯入的話 自然就沒辦法拿來應用 甚至網路上的資料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它有個匯入Web的方法 就有點像做爬蟲 但是這個爬蟲是簡易爬蟲 如果你太複雜的爬蟲 恐怕還是要應用像那個Python的程式 才有辦法做出你要的結果 所以大家要說明一下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自己拿 我自己其實 我剛好提過 你Google查一下 就可以查到我的東西 當然 我之所以 會在 很多地方受課 其實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網路上放了蠻多的分享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會被邀請到 所以大部分我都是屬於 那個被邀請的這個狀態 那我的專長的話 當然Excel VBA 或者各式的程式 像我現在 還有在教有關Python的東西 那甚至我要開一個課程 要從VBA到Python 就是如果你希望把各種工具做混搭的話 其實可以從Excel VBA到Python 其實可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也就是結長補短 拿它們最優點的部分來使用 那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可以搭配的非常的好 OK 那另外的話 再來就是我剛剛提過 當然我這個目前的話 曾經有創業的經驗 所以我對於一些業界的這個東西 其實還蠻熟悉的 而且拿過一些獎項 那目前的話 當然除了在擔任這個顧問工作之外 還有就是在學校 或者在業界 擔任這個獎師的工作 那目前的話也有在台師大 在東吳原志開一些課程 那另外的話還在東吳推廣部 如果你們假設希望比較完整的學習的話 其實東吳推廣部有一系列的相關課程 尤其是VBA部分 如果你想要徹底了解的話 那其實它還有像自強工業基金會等等的 那再來的話 那再來的話 我曾經拿過一些獎項 不過這個大家就知道一下 有一些獎項 那另外的話 我的證照其實也超過30張以上 那最近也拿到一個Power BI 其實Power BI跟樞紐分析表還蠻有源源的 也就是如果樞紐分析表 你想要做單一個沒問題 但是你要做多個 把它做成像儀表板 Dashboard的話 那可能會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你也許可以結合所謂的像 Power BI 這樣的一個軟體 OK 其他的話也像拍攝相關證照 這是我的YouTube觀看次數 那當然 再來有關那個 參考書目部分的話 我還蠻推薦像這一本 就Excel樞紐分析表 超簡單的什麼 Excel樞紐分析的什麼快速之類的 這本書其實我是覺得 它的章節安排蠻不錯的 不過畢竟書籍你自己要看懂 然後做出結果來 其實還是我覺得還是有個落差 畢竟你看完了 大概怎麼做 還是不知道從哪裡下手 另外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上課 像之前上課的經驗 就是說 每個人用的版本都不太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也許我們就是以採用 大家都能至少最低一個標準 也就是說 我上課用的版本 後來我發現 剛剛我用 Excel 2007 我不是用最新的版本 因為如果我今天用最新版本 可能有些同學還是用舊版本 那就會 那個功能就沒有 那新版本有新功能 也許我大概會講一下 不過不見得會 因為舊版本 它也有類似可以做到的 只是說呢 我們主要是兼顧大家 所以等一下 如果你們因為版本的關係 可能請各位還是要自己稍微找一下 功能會有些有些差異 我是以Excel 2007的版本來上課 OK 現在的範例檔 等一下XR會寄給大家 好 那個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有些 這本書還蠻推薦的 如果各位有想要多了解的話 可以到書界裡面找找看 因為這本書應該是有 另外的話呢 其實除了樞紐分析表之外 你會看到在做書紐分析表之前 你一定要產生對的資料 所謂的對的資料 我剛剛講過 一定要是長得像 這個正規化之後的一個資料表 裡面欄位名聲需要 裡面不能有跨欄字中 然後呢 你要有那個欄位的資料 你才有辦法做出 對應的書紐分析表的結果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對的資料 沒有對的欄位 你是做不出 你要的書紐分析表跟圖 所以 你要需要什麼 把那個資料產生 產生的過程當中 勢必就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可能會需要用到 Excel裡面的函數 所以 其實書紐分析表的前面 如何取得你要的正確資料 那你勢必就會需要用到 很多很多的函數 那當然 如果你會對應對的函數的話 很快事情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你就卡住了 卡住怎麼辦呢 你就肯定要圖把鏈鋼 那非常花時間 所以我還蠻推薦 至少你在使用Excel 一定還是要對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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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不同的函數 怎麼去使用 它有做出一些實際上的案例 然後呢 有一些實際上的解答 但是其實一次有提供250個函數 到底夠不夠用 其實跟各位講 完全不夠用 也就是說 很多時候 你要解決問題的地方 也沒有對應的函數 那沒有函數怎麼辦 那勢必啊 你就需要延伸 再把那個功能給做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就會需要到VBA了 OK 所以這個當然有兩本利用書啦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找來看看 這個是延伸的部分 難度相對的也會比較高 那檔案下載 跟一些相關程式嘛 我把它放在剛剛的網址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就自行去把那個練習檔先下載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利用那個 第一個範例 電信業會員手機號碼 我需要請各位做出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就是 當我做出那個什麼呢 這個手機號碼 把手機號碼給串出來 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們要統計 到底會員裡面呢 哪一個年次的人是最多的 是五年級 還是六年級、七年級 到底哪一些人是最多的 然後並且呢 利用樞紐分析表 產生我們要的報表結果 並且利用樞紐分析圖 把它繪製成一個簡單的直條圖就好了 有點類似像這樣 底下的話也許 底下都有答案 最後就是做出像這樣的結果 有沒有 幾年次 有沒有 底下會有五十到五十九 六十到六十九 七十到七十九 那這邊可以看到 最多的 其實就是七年級生 那剛剛一目了然啦 OK 所以你要統計 這其實是一個簡單的統計資料 那只是要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先試著把這邊 手機號碼的話其實特別重要 它這個規則是零九一定是零九開頭 零九一一嘛 後面的話一槓 那零八四 後面一槓零零七 但是你會發現 不是叫你自己用Key的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 要一個最快的方法 幫我把後面的這三個欄位 合併成為前面的手機號碼的話 該怎麼做 不是塗法鏈鋼哦 那你要想用哪一個方法最簡單 OK 那裡面的話 我提示就是你可以用TES的函數 有沒有 主要的點就是說 區碼跟落碼 一定要三碼 不足三碼 你要自己在前面補上零 有沒有 零九一一嘛 一個-減幅號 然後再084 一個減幅號007 那怎麼做 OK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希望知道幾年次 怎麼做比較簡單 OK 所以請各位先出去看 這個練習題 那待會我們再來針對 這個問題來解答